988新闻线 就会进行After Work Fest by 988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日会啦 也是打工人市集啦 就是邀请大家来到现场呢 来逛逛我们的市集 有一连串很精彩的节目 精彩的节目游戏啊 或者是一些音乐会 相信你们应该也都有看到啦 真的然后当然我们为了这次的这个市集呢 还特别推出了限量版的周边商品 我们刚刚在Facebook Live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去预告过了 等一下的四分钟环节 我们再跟大家好好地来展示一下 然后大家那现在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主线 可以留意我们待会的这个环节 新闻主线 政府鼓励反弹 个人或是公司办反弹的活动的话 是可以享有退税的优惠 吉隆坡市中心有大树倒塌 然后是砸毁了单轨火车道 跟17辆车造成一死一伤 Type C这个东西惹起了争议 炸鸡店撤文道歉 而行动党说不会搞杯葛 前往中国免签 延到明年底 那劳动节的中国游客 暴增了80% 说到马中去年宣布 落实为期一年的免签措施之后 我看到身边超多的朋友 都已经plan了中国的旅行 然后很多朋友也刚刚从中国回来 像美云刚从成都回来 而看到今天中国驻马大使 欧阳玉京就是在稍来一个好消息了 就说到马来西亚游客 入境中国的免签措施 延长到明年底 就是2025年底 他今天出席纪念中马建交论坛 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在法国就宣布 延长12个国家的免签证的政策 其中就包括了我国马来西亚 而说到免签的部分 其实是配合马中建交50周年 马中两国去年12月1号的时候就宣布 落实为期一年的免签措施 这个我好像还没有放产假的时候 刚好有更进到 然后就到今年的11月30号 原本是这样子 然后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可以享有30天免签入境便利 那中国就给我们马来西亚人15天的免签入境 但这个措施今天证实会落实 延长到明年底 那延长免签这件事呢 确实是一件好消息 毕竟对于我们马中两国的人来说呢 都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 就好像刚刚大使所说的 马中一直是互相是对方的旅游热点国家 而且自从去年底两国实施互免签政策以来呢 是非常大的便利了双方人员的来往 就双方人员往来都非常的方便 那截至目前呢 来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 平均每个月是达到27万人以上的 像是单单在5月1号到5月5号的这个劳动节期间呢 中国来到我国的游客就大涨了80% 而每个星期往返中国还有马来西亚的航班 也是增加到了350多架次的 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五一假期嘛 所以很多国家都会希望说 哎中国游客这个时候放假的话 会不会来到我们这边 结果我们就吸引到了非常多的中国游客 不仅如此呢 欧阳玉京也提到 其实疫情结束之后呢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到马来西亚来读书 那数据显示呢 在大马高校求学的中国学生人数是超过了4万人 而中国留学的马来西亚人数也超过了1万人 而且这个数量也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一直在小红时会看到 有一些中国的朋友会问 哎马来西亚的这些学校怎么样啊 吃吃的东西怎么样啊 才发现真的是很多中国的学生 没错 大师也有提到呢其实务实合作就是我们两国关系呢 体制升级的一个持久的动力 中国连续15年都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 而我国马来西亚呢 则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跟最大进口来源国 而且呢 马中商务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执行董事郑元炳也透露 未来的五年预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来到我们大马设立数据中心 他说我国强大的IT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在数字投资这方面呢 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而且也很多的中国公司已经透露是有兴趣 而且他们看中的地点就包括了Cyber Jaya赛成 这当然对我国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嘛 他就认为必须确保任何的投资都能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出积极的贡献 而我国政府也需要监督和管理这些投资 确保国家的经济是有长期的利益的 而且现在看到啊 对我国这边有兴趣前来投资的不只是中国企业 因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就证实 Google不久之后也会来嘛投资 而当局近期内追公布更多详情 包括说他们到底投资了多少钱 他透露这个其实是首相安华跟Google的总裁兼总决行长 Roof Porrett跟其他的这个高管 昨天在线上会议的时候做的一个决定 当然数码部那边呢会去协调人工智能的投入 同时贸工部跟大马投资发展局呢 也正在为这个应该也会是很大笔的投资来做准备 是那为了提供这些投资者更多的便利 让他们更加的方便呢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会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中 针对政府应用数码化和人工智能AI这方面的事项来拍板定案 他也透露内阁已经原则上同意 会在明天的会议上确认这一点了 那有了这些外来的投资 我们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加嘛 政府就可以做更多的事 包括公务员的服务质量也会来的更加的好 但是这句话不是张宏自己说的 这句话是首相安华说的 因为最近政府不是宣布这个公务员挑新政策吗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当然是会涉及一大笔的钱 所以就有人质疑说 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对此安华就强调 政府呢是当然充分掌握了我们的财政来源的情况之下 才会去制定公务员的挑新政策 不可能我没有钱 然后我就先去制定这个政策嘛 那他也提到呢我国的政治稳定就是成功吸引了许多巨头 包括像这个Microsoft啊 还有Amazon等等这些企业 那从今年开始呢 他们就会陆续来嘛投资 而当国家收入增加的时候 那税收增加嘛 公务员的服务质量也会变得更好 有没有抓到我刚才讲话的重点 有没有 首先说我国的政治稳定 就是吸引投资的一个一大关键嘛 所以相信这个种族和谐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外国投资者都看在眼里的啊 可是最近呢就有一些品牌啊 发表种族主义言论 引起了网民讨伐 它是一个炸鸡品牌 那这家打着百分之百 穆斯林土著旗号的新的本地炸鸡店 Darsa Fried Chicken DFC呢 最近就开了第一家店嘛 但是价格表公开之后 就有网民在脸书质问 这个价钱很高啊 一点都不亲民 确实有点高 确实如果你对比的话啦 那结果呢DFC的脸书小编呢 就在回复留言的时候 反而指责对方没有仔细研究 DFC的价格 甚至还说Type-C正在破坏DFC 要求对方不要跟Type-C狼狈为奸 Type-C什么东西 是不是 很多人在想到底是在讲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提到Type-C呢 所以就很多网民认为说 C应该是指Chinese或者是China 当然在研发证议之后呢 DFC的管理层就发布盗窃声明 就说他们的小编不是故意发表这个言论的 而是因为留言太多太多了 小编一时这个注意力不够 才会发表了这番言论 这个回应 那针对这波公关灾难呢 行动党副主席郭肃倩就呼吁各界冷静 并声称行动党是不会发起杯葛 那也是势不爹国会议员的他 在接受当今大马的采访时就有说 Type-C这个字眼是不恰当的 当炸鸡也成为了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的工具的时候呢 确实是让人感到很遗憾和失望 但是呢 各方必须要保持冷静看待这件事情 才能克服我国其实一直都不断在发生的 一系列的种族和宗教的问题 而且现在呢 郭肃倩也说餐厅是已经道歉了 并明确地表示 欢迎所有的种族和宗教信徒 所以大家还是忘记这件事吧 而针对有些民众希望抵制DFC炸鸡店这个行为呢 郭肃倩就认为 这种行为可能反而会损害经济 并且影响到人民的生计 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 杯葛潮引起的就是国内一些员工 他们的这个工作受到影响嘛 其实你看另外一家的炸鸡公司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 说的就是陷入杯葛潮的肯德基 这个相信是直接影响了很多很多人的生活哈 有一名脸书用户就说到呢 他最近前往彭亨州的一家 KFC的餐厅用餐的时候发现 午餐一般都是尖锋时间嘛 可是这家店门可罗雀 就让他感到非常的无奈 据他形容呢 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客人除了他 然后店里只有两名员工 一个在柜台 一个在厨房 而男子在等待点餐的过程中呢 这个柜台的员工就 好像有点吓到 然后就问这个男子说 先生你不再杯葛我们了吗 就也让他觉得很surprise啊 而男子就访问这个员工 那你现在工作还OK吗 员工就回应说 他目前是领这个食心养家的 虽然他也很努力在找工作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啦 那员工的这个回应 就让这名男子感到非常的心酸 而他也很有感而发的 就发了一篇文呼吁民众 做个理智的消费者 他就说呢 你卑不卑格 这个是个人选择啦 但是不要给其他人贴上无尾的标签 确实刚刚看到那整段对话 其实是非常的心酸 那今天也发生了一件悲剧啦 真是看了我倒抽很多口气啊 我听到就是像我在Power Show的时候 对他不是Energy Go的时候 美云跟Brandon就聊到这个这一件事情 我就吓到啊 原来我们市中心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就是一棵树倒下来嘛 结果他是砸中了这个轻轨 轻轨的车道跟17辆车 所以今天现在我要来问大家 你看又发生了像豪雨啊水灾 树倒毁车的意外 你有没有买天灾险呢 如果你是有买天灾险的话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可以点选vall 两个选项可以去到我们988 现在我的帖子 帮我们分享 你有没有购买天灾险这个东西呢 那这一段呢 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下午啊 在吉隆坡市中心发生了一件大事 因为下午如果在雪龙一带开车的朋友 应该有发现哈 狂风暴雨 车子超难前行 我刚好就塞在那个车笼里头 但是在市中心就发生了 有一棵大树突然倒塌 是非常巨大的一棵树 结果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 也压毁了17辆车 跟单轨火车monorail的轨道 事发在今天下午2点左右呢 地点是在这个 Jala Sudan Ismail的 Concord Hotel前的这个路段 然后倒下的大树啊 是长达数十尺 非常非常的巨大 然后他不只是压倒了 这个路面上的车 像这个树冠跟树枝也压倒在 压在了这个单轨火车的轨道上 整个轨道是这样塌下来的 所以就导致整条路是没有办法通行 然后有一个巴士后车厅呢 也被这个大树给压毁 你看到他压中多少东西吗 然后事发之后呢 当局是已经马上派员前往当地去 展开救援跟清理行动 结果发现有一名男 47岁的男子呢 是伤中身亡 另外一名26岁的男子则是受伤 当局呢 现在是已经暂时 全面封锁了设计的路段 那刚刚有跟你说到 大树倒塌 其实是砸中了17辆交通工具 被砸中的车款 其实各不相同 毁坏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当中就有包括 低市还有客户车 那根据吉隆坡销 整局提供的照片 可以看到被压中的这个车款 其实包括第二国产 Bezza Myvi 丰田 还有等等各种不一样的汽车 那其中一辆是马赛地轿车 被大树砸中之后呢 油箱的盖子 是直接被强大的震动给震开的 就等于说它已经被压到变形了 才会导致它震开 这17辆车是完全变成体无完肤的状态的 而事发之后呢 大树倒下瞬间的这个视频 也在网络上传开 很可怕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呢 这个是一个行车记录仪的画面 看到这名轿车司机 他是目睹拍下整个大树倒下的过程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Facebook Live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可怕的画面 我刚才在看的时候 你不是在对面一直看着我的表情吗 我完全是哦嘴完全嘴巴没有办法闭起来 然后这个司机呢 他是目睹这个情况 然后他在车内因为听得到 也录到他的声音嘛 他在里面一直高喊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真的很可怕 那视频可以看到 树木其实也压到了MonoRio的这个轨道嘛 自然也就影响了火车的路线 Rapero有限公司指出 吉隆坡中环站KL Central 和美丹端固站 美丹端固之间的火车站 是都暂停服务 基本上其实这影响的距离 就是整条服务的航线了 那不管怎么样 当局是已经马上启动 和安排其他的公交 提供受影响乘客的服务 当中就包括了 来晚吉隆坡中环站 还有美丹端固之间的接驳巴士 还有滴滴王萨站 和美丹端固之间的接驳巴士了 当局就呼吁民众 一定要关注Rapero的社交媒体 还有下载Pulse手机应用程式 那如果你是有涉及的人士的话 就一定要去掌握最新的动态了 因为不只是这个公交会受到影响 当地的交通肯定也是受影响的 那当局在迅速展开行动之后 初步的调查也已经出炉 吉隆坡市政局发现 岛这个大树 它的根部早就已经溃烂了 树生是整个空心的 但是这个树木 它是属于私人种植的树木 那吴金面登区国会议员方桂伦 就他的助理李明康就说到 依据当局的初步鉴定 倒下的大树属于私人种植 不在吉隆坡市政局 平常的维护范围内 是的 可以看到这个树倒了之后 会有多少的亏损 包括车主 那其实呢 我国也因为贪污 五年之内是亏损了 2770亿令吉 那么多的 很难算出有多少个零的 真的 反弹会首席专员阿张巴基指出 这是根据2018年到2023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得出的数据 他也坦言是感到很失望的 因为这2770亿令吉 本来应该用在各种更多的事物 特别是在修复学校 还有医院这些公共的工程 真的 结果是因为贪污而白白流失了 如果用在对的地方 这笔钱很有帮助 真的 那不管这样呢 政府在实施2024到2028年 国家反弹策略期间 就会透过各种方式 去确认到底哪一些领域 是贪污风险领域 就要揪出那些风险比较高的 当然说到打贪这件事情 政府是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 首先阿华今天推荐 2024到2028国家反弹策略 就是NACS的时候就说到 这个策略是会着重在通过教育 来防范贪污的有效程度 以及改善政府的施政 这个跟诚信的部分 阿华就说 今天的贪污分子 因为富有而行贿 很多人现在是已经没有办法区分 善恶对错了 所以提升知识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被钱财蒙蔽了双眼 真的 那为了鼓励民众多参与这项反弹的策略 当局其实会提供不少的福利 来鼓励大家来参与了 由民间组织举办的反弹活动 只要你获得反弹会的成认的话 参加的个人和公司 是都可以获得退税的优惠 这项新策略也推出了多项的讲业措施 包括你举报不当的行为 让案件侦破的吹哨者 将会获得一系列的讲业 而贪污案证人的津贴 也会一并检讨 可能会增加也说不定 那另外呢 如果你制作反弹影片的公司的话呢 你也会享有额外的讲业的 总之而言之呢 就是要从教育这方面去着手了 没错 那说到反弹会当局之前不是有宣布吗 他们正在调查前首相马哈迪 那这个调查到底是怎么进度了呢 这个主席啊 就是首席专员阿扎巴 今天就有说到呢 反弹会目前没有要代布敦嘛 因为这个调查还在进行中 那说到每当选举期间呢 也会有一些关于会选的说法 可能会传开嘛 这次我们有新骨毛补选 其中一个会选的说法呢 就是针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 就说到他在补选提名日之前呢 宣布拨款给乌鲁雪兰娥 521万令吉这个做法 是不是涉及会选呢 对此阿扎巴基就说反弹会 没有接到任何的投报 所以没有展开调查 但是当局呢 就有调查媒体的报道 确保就是确定 这当中有没有涉及谈污 那说到新骨毛补选呢 其实今天就是这场补选的提前投票日 一共是有625名警察 还有238名军人 还有他们的配偶 今天是会提早投票呢 那截至下午3点 也就是投票截止的一个小时前呢 投票率是已经达到96%了 那倒数我们名字 就是选民的投票日 其实是还有4天 也就是5月11号嘛 也就是说 目前还是处于竞选期的阶段 选委会主席阿杜干尼说 这次补选竞选活动到目前为止 是只有一宗违规的案例 也就是霍卡张挂国家元首 苏丹尼布拉辛肖像的这个案件 而这一件罢了嘛 就显示说竞选活动 目前来说是健康的 阿杨他就希望有个成熟的竞选了 社区牵线 来问你 你有没有试过一件事情 就是你明明把你的车 已经啪在这个停车阁里面了 但是你还是中罚单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看到丰盛港交通调查及执法组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组照片 看到中罚单的车子呢 包括没有啪在停车阁里面呢 或者是在双黄线停车 还有这个摩托停在汽车的停车阁里面 就是不对啦 你的车不可以停在摩托的阁 然后摩托也不能停在车的阁 所以就网民质疑是 看到这个照片 明明有一些车 它是停在停车阁的啊 那为什么还是重罚呢 当局就有解答大家的疑惑了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 我们在路上的那种parking啊 它是有双向的车道嘛 就左边是 对 但是有一些车可能会反方向这样子park 可能看到右边有胃 它就折过去右边 这样子是不对的 因为车子park在错误的方向呢 很多人这样子停车 是很容易导致车祸发生 当局是会开罚单对付你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啦 好了 那今天的现在我 就要来问回你这个问题 又有豪雨水灾 树岛发生了这个回车的意外吗 你有买天灾险吗 因为每次这个发生天灾 类似的这种像什么突发水灾的时候 都有人讲起天灾险这件事情 对包括说其实我们早点奥也是有请过张家上来聊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大家 你有买还是没有买呢 那其实我们新闻线的听众是还蛮持平的 有高达60%的听众是没有买天灾险的 那剩下40%的听众是有买天灾险的 OK所以大家是在发生一连串事情之后开始有了意识才去购买的吗 还是其实一直都是有购买的这个习惯呢 可以在留言区 对留言区持续的跟我们说说 你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才会去买这个天灾险 我们的留言区呢是时刻开放给大家理性交流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互相的交流一下 好了还是要提醒大家 礼拜五开始是我们的Afterwork Fest 所以一定要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的一系列的活动啦 观光诗集啊听听歌啊看看DJ啊 跟我们拍拍照啊吃吃美食啊 一整天哦 我们礼拜五的活动是四点钟开始 四点开始到晚上的十点 对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 我们在上午十一点就开始了 一直到晚上十点 所以欢迎来参与我们 来到这个打工人诗集一点都不solo啊 很多人陪伴你 好了 继续来送你这首歌春寒典的solo so long 我是金鸣欣蕊 我是张红 明天见